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香港天水圍有一間中學就發生了一宗懷疑是非禮的案件。 有傳媒報導,一個13歲的女童懷疑在學校屢次被男同學非禮最近一次發生, 在去年8月,這名男同學從後抱著受害女童試圖把她拉進廁所, 最終這個女童極力反抗,回到家亦跟父母說, 父母報警,受害女童事後亦不敢再上學只能以網課模式上課, 父母說學校沒有積極處理事件。 警方回覆查詢就說,去年8月8日接到一個女人幫案求助, 就說她13歲的女兒曾經多次被一個同校學生在校內作出一個威蝕行為, 警方接報後列作非禮案處理,同日拘捕了一個13歲的善安男童。 案件就交由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9隊去調查。 仍然調查中,但男同已經獲准保釋,而且也有去報道。 那這單新聞我看完,覺得是很瘋狂、很過分的。 為何呢?你是13歲的女孩子回到學校, 被同校的學生一個13歲的男童做些這樣的事, 強行拉進廁所你想做些什麼?這麼小個? 其實現在的網絡很容易令到小朋友接觸到這樣的資訊, 甚至乎有某些資訊是掛羊頭賣狗肉的。 好像以前那樣,是曾經有些影片, 它是扮到是小朋友平時經常看的卡通片, 譬如是些什麼PayPalPack,或者是那些。 總之是它們經常看的影片動畫, 跟著裏面教的東西就是這些這麼變態的內容。 還有些就是它單純在影片上口講, 教你怎樣做怎樣做。 所以接觸到這些這樣的資訊, 不一定是說它們想閒網, 它們都未必會上閒網那麼小, 但有太多渠道是接觸到這些不良的資訊。 我就不太認為它們小時候就可以自己有這種意識去做這些。 肯定是不知看了些什麼的內容影片去學到這樣。 現在這個社會資訊越來越發達, 其實如果是家長的話, 都真的要多些關心自己的小朋友。 除了不要讓它們亂看東西之外, 可能它們上學過程時, 大家都要擔心不是每一個小朋友被人弄完之後, 都會回家講的, 你可能要主動去了解它多些關心它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,下面留言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